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前六起案件因为缺乏明确罪证 无法判罪 只有最后一宗案件有确凿的证据 这才使阿金杀人罪名成立 被判有期徒刑15年 而他之前杀的6个人就这样白死了 法庭上的被害者家属群情激愤 他们心有不甘 但是也毫无办法 没有证据 就是无法定罪 在阿金即将被代理法庭时 刑警大英冲上前紧紧地抓住他的衣领 怒骂他杀害了自己的班长 发誓说等他出狱 自己一定会再压他上法庭 面对阿金嚣张的嘴脸 刑警大英直接打了阿金 周围的警卫见状赶忙上前 拉开了大英 法庭上一片混乱 角落里小女孩西珠面无表情地注视了这一切 她也是被害者家属之一 她的父亲就是刑警大英的班长 事情要回到三个月前的一个深夜说起 刑警班长回家给七岁的女儿西珠准备早饭 结果在下出租车的时候 被另一个上车的黑衣乘客 在脖子上划了一刀 由于杀人者的刀太快 走出几步之后 刑警班长才捂着脖子倒了下去 然后艰难地爬回了家 看着远处熟睡的女儿 刑警班长不断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 但是始终没有叫应 死在了血泊中 刑警班长遇害的第二天 他的手下大英在同事的帮助下找上了门 大英带着蛋糕来给班长过生日 走入房间却看到小西珠无助地抱着爸爸 抚摸着他的脸颊 看到此情此景 大英既震惊又难过 再后来就是影片开始的那一幕 连环杀人犯阿金被抓获 但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西珠父亲的死也不了了之 转眼15年时间过去 阿金出狱了 当他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 一块豆腐砸到了他的后脑勺上 是刑警大英 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重案组的一个班长 这么多年 大英从未忘记杀害自己班长 还有其他五人的凶手阿金 他告诉阿金 自己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要再把他送进监狱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 阿金对此毫不慌张 小姑娘西珠其实也已经长成了 亭亭玉立的少女 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爸爸被人杀害的事情 尤其是他得知凶手 阿金并没有被判处死刑制 一直要想这个杀人犯得到制裁 此时的西珠善良单纯 会帮助老人推车 和周围的邻居相处的也十分融洽 有时他会在高楼楼顶 偷看自己离家出走的母亲 见母亲的胳膊上打着石膏 西珠知道他再婚后的男人 对他并不好 这么多年来 西珠一直都靠着爸爸同事们的照顾 才活着下 所以闲暇时 他会到警局帮忙 给爸爸的同事们 送上自己做的针织手工 做些只有大妈们 才愿意做的打造工 其实之所以愿意 接受这份工作 最大的原因 还是获得杀人犯阿金的消息 和偷偷的学习侦查技术 爸爸的同事们 都对西珠很好 会拿出自己工资的一部分 为他凑一份特殊的工资 然后大英会小心翼翼的 将钱放在西珠的桌子上 大英的同事 也是西珠父亲曾经的手下 得知阿金出狱的事情后 慌张地找到大英 叮嘱他千万不要一起用事 一旁的大英听不进去 直接换来了西珠 同事见状只能暂停话题 然后拿出一些钱 给西珠当零用钱 西珠也没有推脱 欣然接受 大英并没有听同事的劝解 而是直接派出手下 老刑警和小刑警去监视阿金 就这样 老刑警带着新来的小刑警出发了 另一边 刚出狱的阿金 先找一个酒店住了下来 还叫了一个陪睡小姐 开始宣泄自己的信誉 整个过程中 阿金都非常粗鲁 直到晚上 小姐才骂咧咧地走出酒店 冒着大雨 回到了皮条客的车里 这一切都让一旁的西珠看到了 原来 在得知阿金出狱的消息之后 西珠就一直悄悄跟踪着他 他想凭一己之力 再度将阿金送入监狱 方法很简单 模仿阿金的方式 杀掉小姐和皮条客 嫁祸给阿金 老刑警和小刑警 终于赶到了现场附近 准备监视阿金 皮条客下车去角落小姐 一个男人跟过来 二话不说 直接掏出小刀 划布了男人的脖梗 和当初阿金杀害西珠父亲时的手法一样 随后 男人又解决了车上补装的小姐 西珠将这一切全部看在眼里 只能先行离开了 躺在贴满当年那七宗命案 相关信息的房间中 西珠很疑惑 到底是谁在完成他要做的事情 很快警方发现了 小姐和皮条客的尸体 大英怒斥了老刑警和小刑警 不是让你们盯好阿金吗 怎么回事 又死了两个 毫无疑问 阿金成为了大英心中的第一嫌疑人 他找来阿金 质问他为什么杀人 阿金对此拒不承认 大英知道监视器中 并没有拍到他出门的画面 他有着完美的不在场的证据 但大英还是很怀疑阿金 阿金挑衅的说道 如果你还是这么急 我又会背叛无罪 大英对此很无奈 狠狠地踹了阿金一脚后 便放走了他 走出警局时 阿金还和西珠打了个照面 他并不认识西珠 但是西珠对他可是印象深 见过杀父仇人后 西珠心情十分不好 晚上他来到高楼处偷看母亲 却看到母亲受到了男人的毒打 忍无可忍的西珠 直接找到了刚走出家门的男人 残忍地杀害了他 最后还伪造成了阿金杀人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 阿金叫醒了守在车里的大英和小刑警 表示自己要去晨跑 疲惫的大英让他三十分钟内回来 不然自己就去抓他 阿金无奈地离开了 晨跑路上 阿金看到了遇害的男人 让他感到吃惊的是 尸体的杀人手法是划破搏梗 阿金意识到有人在模仿他作案 不远处一个黑衣人 正在监视着阿金的一举一动 阿金察觉到后立马追了过去 二人在树林中一番追逐 期间阿金不小心绊了一跤 等他再爬起来 追到广场舞中心时 黑衣人早跑了 另一边 黑衣人回到家后摘下了面罩 正是西珠 西珠的妈妈来停时间 确认了尸体正是家暴自己的男人 门外 大英和同事再次怀疑到了阿金 出狱两天内就死了三个人 这也太奇怪了 因为没有证据 大英一直拿不到逮捕令 同事劝解他要冷静 大英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到了晚上 之前魔法阿金手法杀小姐和皮条客的那个男人 突然来到了阿金的酒店里 他想要杀掉阿金 阿金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男人紧张地掀开被子没有看到阿金后 便看向了一旁的卫生间 他打开卫生间的灯 果然阿金也早已在里面做好了准备 男人小心翼翼地握着门把准备打开门 阿金见状一个剑步穿过木门刺在了男人手上 见男人还不肯走 阿金直接又刺出一刀警告了他 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这时大英敲响门走了进来 躲在柜子里的男人趁大英不注意悄悄溜走了 杀掉家暴母亲的男人后 西珠再也看不见母亲 他鼓起勇气按响了门铃 见没人应后西珠便走了进去 结果却看到了吞咬自杀的母亲 他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自杀 自己明明已经替他解决了家暴他的男人 为什么不能好好生活 大英找到了正在吃饭的阿金 想要套出他到底有没有杀最近死的三人 阿金丝毫没有接招 甚至反问大英当初让西珠的父亲代官是否愧疚 阿金的话直直地戳到了大英的痛处 他拿起酒瓶就砸下了阿金 推开桌子抡起凳子就要打阿金 手下冲过来拦住了他 这段时间内 西珠在家中一番研究调查后 终于把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调查清楚了 一直以来连环杀人犯都是两个人 除了阿金之外还有一个男人 就是之前先西珠一步 杀害小姐和皮条科的神秘男人秀尔 二人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好兄弟 年幼时两人的爱好就是在谈笑间残害流浪狗 长大后两人将畸形的兴趣爱好变为了杀人 阿金喜欢用小刀刺 秀尔喜欢用锐气歌 而西珠的父亲的死 应该和秀尔也脱不了干系 在后来秀尔和阿金的女朋友搞在了一起 被绿烈的阿金直接杀掉了女朋友 之后他便被秀尔举报入狱了 秀尔和西珠一样都想让阿金再次入狱 与此同时大英也了解了所有原委 他火速安排手下 等阿金和秀尔碰头时 就直接抓捕阿金 期间一定要保护好秀尔 他就是让阿金背叛死刑的证据 但是阿金先大英一步找到了秀尔 他告诉秀尔下一次见面 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随后便离开了 紧接着西珠带着一货车玻璃瓶 来到了秀尔的家中 晚上当秀尔回家后 摸着黑一脚直接踩进了玻璃扎 西珠在地上铺满了碎玻璃 设好了陷阱 见秀尔还没倒下 西珠扔了电线在玻璃瓶上 轻易地干掉了秀尔 随后西珠将秀尔的尸体 藏在阿金的床上 自己则躲了起来 当阿金回到酒店躺在床上 却发现了被裹成木乃衣的秀尔 阿金吓了一跳 下一秒 西珠就从背后冲出来 用刀插在了阿金的第三根肋骨下 控制住了他 之后西珠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狗链 勒晕了阿金 他不是想要阿金死 而是想要阿金得到法律的制裁 报完警后西珠便离开了现场 然而当大英等人来到酒店的时候 阿金早已醒来溜走 床上只剩秀尔的尸体 搜索整个酒店的时候 警察又发现了一对情侣 遭到了阿金的残害 所幸人并没有死 即使送上了救护车 狡猾的阿金伪装成伤者 被抬上了救护车 之后他敲晕警卫 杀了目睹一切的女患者后 再次逃 大英的上次知道 受伤的嫌犯阿金 在警方重重包围下成功逃离后 狠狠批斗了他们一番 随后命令大英发布悬赏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抓到阿金 离开办公室后 手下告诉大英 根据现场勘测报告 阿金可能不是杀害秀尔的凶手 而且死亡时间也对不上 大英听完更头大了 怎么又不是阿金了 另一边 本以为顺利帮父亲报仇的西珠 开心地买了自己一直想去的音乐会门票 拿出了之前买下的新裙子和化妆用品 告别了压抑的过往 准备开始自己崭新的生活 他哪里知道逃出生天的阿金 正好地在街上闲逛 看到街道上贴着的通缉单后 阿金直接打给了新闻记者 西珠只好粉色围巾 准备将他们捐赠出去时 偶然间在报纸上看到了 阿金强烈主张自己无罪的新闻 西珠顿时傻了眼 我都把人正无证摆在一起了 怎么警察还是没有抓住他 与此同时 大英也没有好在哪 正在遭受上司的批判 阿金的新闻一出来 无疑是在打警察的脸 上司命令大英加快速度结案 大英无奈只能答应 西珠带着零食 找到了无精打采的大英 鼓励他 看着乖巧的西珠 大英的心情好了许多 此时的阿金正郁闷地分析 自己到底惹了哪尊大佛 他来到网吧 开始调查自己杀掉那些人的家属 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 大英前班长的女儿西珠的身上 期间网吧老板认出了 阿金就是通缉犯 立刻报了警 大英和小刑警赶到网吧后 阿金早已不见踪影了 有了之前酒店的教训 大英这次搜查了所有人 最后在西烟区发现了阿金 二人在网吧内一顿打斗 最后大英还是不小心 让阿金跑 阿金捅上了等候在外的小刑警 将他推到副驾驶 然后驾驶着警车溜了 很快全程警察便出动了 开始大肆搜查大英的警车 还调出了各个监控设备 警察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阿金居然将车开到了警察局 在警察局收拾东西的西珠 意外地看到了楼下的阿金 然后静止离开 阿金装模作样地在警察局 调查了西珠的信息和地址 随后便丢下小刑警去找西珠了 等警察们在警局内 找到大英的车时 阿金早已不见了踪影 他们只能先将小刑警 送上救护车 然后再想办法 回到家的西珠 早已做好和阿金决斗的准备 他收起了自己的新裙子 还有新买的化妆品 戴上自己织的粉色围巾和父亲的勋章 为最后的决斗准备着 阿金趁着夜色找到了西珠家 按下了门铃 早早躲在一旁的西珠 出其不意地跑了出来 用指刀刺向了阿金 阿金也用匕首刺向了西珠的左臂 二人暗自较量着 随后西珠一招铁头神弓 撞运了阿金 然后转头就跑 紧接着便是一场二人追逐 西珠家阿金引到了一座山上 可跑了没多久后 西珠就被阿金按在了地上 他拿出小刀刺向了阿金的小腿 然后迅速逃跑 一边跑一边给大英打去电话 说了目前发生的事情 和即将要去的地方 警方迅速集结 赶往西珠所说的位置 在小河边 西珠再次被追上 他抓起河底的一块石头 狠狠地砸在阿金的头部 把他砸得晕晕糊 最后当阿金追到西珠的时候 西珠站在一座鞦韆上 荡来荡去 他解下粉色围巾 扔在地上 让阿金交给大英叔叔 与此同时 警察也关闭警笛赶到了附近 西珠用买来的狗链拴在鞦韆上 他听着远处警察传过来的脚步声 默默计算着他们到这里的时间 最后在警察到来的那一刻 西珠松开鞦韆 在阿金面前吊死了自己 在警察眼中 这很明显是邪恶的阿金 杀害了善良的西珠 大英冲上前 抱着死去的西珠痛哭不已 一旁的阿金没有挣扎 也没有逃跑 直接被逮捕了 影片最后 法庭上 警局的所有人都带着西珠之前 为他们准备的同款粉色围巾 参加了阿金的审判 无处辩驳的阿金最终被判处死刑 亲眼看着阿金进入监狱后 大英来到了西珠的家中 看着满墙满地的资料 他痛哭不已 原来西珠一直以来都在谋划 为父报仇 而他对此竟一无所知 电影等着你 整体节奏大感 演员演技全员在线 影片中 西珠贴在墙上的便利贴上 有这样一出自泥彩的话 与怪物搏斗的人 要紧记在搏斗中 小心自己也变成怪物 但是为了复仇 西珠其实早已失去了自己 变成了怪物 虽然最后他成功为父亲报了仇 但是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好了 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老狗 我们下期再见